這個關鍵點就一定是在這個地方 本來有同學是放在那邊 就是UL,這個data load不能放UL 記得把它搬加搬上去 搬上去之後的話 本來你可以發現 剛剛同學有類似這樣的狀況 他如果即時來看的話 看到的結果就會長這樣 好像就變成一個項目符號 上面有什麼?有Netbar 可是這樣有點長的怪怪 雖然如果說你將來想要做這樣的效果 你可以把它記下來 以後這就是一個效果 可是我們不是要讓它變成什麼? 在那個DIV裡面 所以請你把這個DIV 拖拉到這個DIV裡面 放進去就可以了 也就是放在DIV 那這個DIV等於就是 有點像是這個一個框框 我們是把這個框框框在這邊 然後把我們需要Netbar加到裡面來 它就會一個一個幫我把它放進去 所以做完之後 你當然可以把即時點掉 再點一下即時 那往下捲動 就可以看到我們要的 但是我剛剛講過還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下面有一個空白列 那怎麼辦? 空白列你可以往下找 這個部分 可能還是需要用程式碼裡面看會比較清楚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DIV 後面一定會接著一個DIV 我們的UL 一定會接一個UL 所以其實基本上 它這個的範圍一定是在這裡 有沒有?DIV到DIV DIV 結束的DIV 然後呢 這個DIV指的是什麼? 是Footer的DIV的結束 就是這邊到這邊 OK 那可是中間這個東西是什麼? 答案就在這裡 這個東西就是多餘的 所以如果你要把那個底下這一個 這個東西刪除掉的話 很簡單嘛 你刪除它之後 就等於刪除它了 應該可以懂那個意思吧 我這邊應該很清楚了 只是說這個程式碼 你們可能有些同學還是比較陌生 所以其實常常接觸 應該很快就會跟它很熟了 所以把它delete掉 然後呢 再做一次什麼 即時 再即時一下 你會發現 原來的那個空白列 就消失了 OK 特別注意喔 所以記得一下結構 DIV到DIV 然後UL到UL 下面不要有東西 所以基本上 下面應該就是 這個的Netbar的結束 這個是Footer的結束 這個是Page的結束 那剛剛就有同學 就是可能少一個結束的符號的話 那整個頁面就會壞掉了 那壞掉當然你要 當然不就是 你就是一個比對啦 好 那最後的話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當它顯示的時候 它並不會顯示在什麼 顯示在固定在這個下方 我必須要捲動之後 才可以看到那個Netbar 不過一般你會看到 一般的App 它基本上都會固定在下方 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希望呢 能夠把它固定在下方 也就是說呢 當顯示的時候 自動就是停在下方 不會因為你捲動 而有變化位置的話 特別注意喔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一請你選擇Footer 選擇方式特別注意喔 怎麼樣才能選到 這邊會出現一個Footer 表示頁尾 點它一下呢 這個時候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喔 它的左手邊這邊的Footer 也會被你選起來 那表示你是選到Footer 一選取Footer 二呢選取 因為我要把位置固定 它的位置要怎麼固定喔 在它裡面DIV標籤裡面 有一個叫Position 這邊有一個位置啦 它的Data Position 裡面的話呢 你可以把它設為什麼 它預設不是Fixed 不是固定的 所以呢如果你要把它固定的話 很簡單 你就是選取它之後 再到它的一個標籤 特別主要 這邊底下一定是Data 如果是Footer 表示你是選到Footer 特別不要出現什麼Page 你把它Fixed都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 Data Position 改為Fixed 就是呢把它改為固定的喔 OK 那底下一定確定是Footer 這個不要改喔 然後把它怎麼 即時一下 你會發現它自動會跳到這邊 當你捲動的時候 它也會如影隨形的 自動會跳出來 也就是說 如果你那個資料如果多 它會一直停在下方 它會一直跟著你就對了齁 那另外呢齁 最後當然我們要把 這個NetBar做完之後呢 把它轉移到哪裡 轉移到每一個的下方 所以每一個在下方 那怎麼辦呢 其實也是一樣 把這個地方喔 複製一下 特別注意喔 這個就是要貼啦 不過這個可能會比較麻煩 貼的方法 特別注意喔 記得一選取這個範圍 二的話呢 Ctrl C C之後呢 這個可能有 比較容易做錯的危險性喔 所以這個請 要慎重的去做這件事 那你怎麼知道 等一下貼會貼正確 記得喔 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每一頁都有頁尾喔 點它一下 確定一下是不是在這個範圍內 4的話呢 Ctrl V貼上 你會發現剛剛的東西就過來了 然後一樣的方法 總共貼4次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 每一頁的下方喔 都會長一模一樣 那選的時候 特別注意就是這個動作喔 要非常的小心 因為你一貼錯喔 你這個時候不能貼喔 這個Content選錯了有沒有 然後一定要選到什麼 選到Footer 如果你一直點不到 點不到那個Footer怎麼辦 沒關係 你乾脆直接選這邊算了 這樣也OK 然後呢怎麼樣呢 再把它貼到這邊來也可以啦 直接貼過來這邊也OK 所以 這邊一直選不到 那如果說你一直選不到的話 那你這個時候選就從這邊選 那你這個時候選就從這邊選 從這邊的那個Head 從那把 那選的時候要特別小心喔 這也是從這邊 這邊DIV一直往下選 選到這個最後一個 剩一個就對了喔 Ctrl C 那這邊這邊記得喔 它的Footer到它的結束 貼上 OK 那基本上呢 如果確定沒問題的話 你就可以即時看一下 那你如果點擊其中一個 下方就會出現了 把它Back一下 而且它也會自動跳到下方 沒問題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完成的那個Netbar 在最下方的這個設定 我給它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那我們也先下課休息一下喔 OK